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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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0-80,90 我们在这里的店铃漠了 我们的店铃漠的最大份的店铃的店铃 搬上烤好的西红柿和辣椒 加上配合拌准的粒菜 最后撒上土耳其特色的汁肉酒 阿达纳烤肉串就大功告成 土耳其的菜式种类繁多 融合了中东地区 与地中海地区的烹饪风格 肉类 蔬菜和豆类 充当了土耳其菜系的主要部分 而肉类又以牛羊鸡为主 其特点在于 突出原料的自然风味 阿里和雷杰普所在的土耳其餐厅 地处北京朝阳区 亮马桥附近 餐厅面积约为200平方米 餐厅不大 但店内的每件物品 都显示着经营者的用心 经营这样一家土耳其餐厅 是阿里一直以来的梦想 谢谢观看 请不及 akadem식 优优独播剧 嘉宾 注意 阿里 idade 你覺得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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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中國 我也不會說韓文 也不了解中國的文化 但是我過的那段時間 過得特別開心 所以我回老家之後 我還特別特別想回來 這一次的旅行 學習十一年的大提琴 來到中國傳媒大學學習漢語 Classic Music肯定不會離開我 但是我確定了就是 再繼續走的話 可能不會發展得特別特別快 所以那時候也是年輕 也是覺得現在 在中國有很多機會 所以覺得就是為什麼 不是一個新的世界 新的文化 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 就是土耳其 每天吃三次我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吃 后来就是正好也是做餐厅之后 觉得我正好有这个机会 做到这个土耳其餐厅 想要开一家正宗的土耳其餐厅 少不了精通土耳其菜系的厨师 在朋友的介绍下 阿里第一次见到了 来自阿塞拜疆的年轻厨师雷杰普 最有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做一个事情 我脑子里有很多想法 很多就是很多那种的办活动也好 我一遇到了瑞杰普之后 我就发现了这个人 就是完全都能做到这个 而且跟我一样的一个想法的人 也是能做任何需要做的菜品 雷杰普 1993年出生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他有三个哥哥 大哥曾是苏联的柔道冠军 三兄弟都跟随大哥学习柔道 雷杰普的二哥 伊尔诺尔妈妈德里 曾在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 并获得了北京奥运会柔道比赛 男子73公斤级金牌 比赛多年参加北京奥运会 他就找了一个姓氏的称字 他对姓氏的称字 而且我觉得就有一个姓氏的称字 有一个姓氏的称字 是世界上 我挺在跑过年的西亏 十五岁,为了能够多赚钱,他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选择走体育这条路 十七岁时他开始在餐厅做学徒,两年后他决心去土耳其,学习制作土耳其美食 雷吉普在土耳其生活了五年 从小学徒做到了餐厅主厨,他开始考虑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计划 在哥哥的影响下,雷吉普一直对中国这个遥运的东方国度很好奇 2019年,在朋友的邀请下他来到了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主廚的問題解決了 但餐廳的生意 並不像阿力想像中那麼好 土耳其菜系世界文明 但當時在中國的流行程度不高 了解的人並不多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特別大的一個工作 讓我們中國的客人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美食是怎麼做的 因為這邊是特別特別傳統的土耳其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土耳其 和這裡的美食 阿力在餐廳裡布置了 許多有土耳其特色的東西 走進餐廳 隨處可見 充滿土耳其元素的裝飾 許多裝飾品 都是阿力從土耳其專程帶回來的 然後這個是土耳其的最傳統的茶壺 它是有兩層 它下面是煮的是水 然後上面是茶葉和茶 中國文化裡面是 你倒得多就不禮貌 你必須要倒少一點 但是土耳其文化裡面 就是要多倒一點 店內的土耳其紅茶深受人們的喜愛 土耳其人酷愛喝茶 大部分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來一杯茶 土耳其本地有很大部分的 99%的公司裡面有一個崗位 專門是叫Chaiji 它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煮茶 它就是負責這個事 這就是代表在土耳其文化裡面 這個茶喝茶多重要 在土耳其 茶櫃茶灘隨處可見 在這樣的環境下 土耳其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 煮茶和喝茶方式 除了土耳其紅茶 店裡還有一種飲品 也深受人們的喜愛 我們這兒可以煮一煮咖啡 阿力正在展示的 就是土耳其的沙煮咖啡 將沙子加熱 把鐵紙杯子放在滾燙的沙子上 利用沙子的熱量將咖啡煮熟 這就是土耳其特有的 沙煮咖啡的做法 土耳其人一般一天能喝很多杯咖啡 他比如說早餐 他也得喝咖啡 土耳其咖啡世界文明 已有七八百年歷史 在2013年 土耳其咖啡及其傳統文化 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物 它是那個磨泡豆特別特別特別細 它也不會過濾的 這個泡豆它也會在你的杯子上 就是直接往杯子倒的 餐廳的布置充滿土耳其方情 菜品也十分地道 這吸引了大量顧客接來打卡 餐廳的生意也漸漸有了起色 可讓阿力和雷傑普沒有想到的是 疫情的到來 又讓這個小餐廳備受打擊 2月底 3月份了 我們有些日子 一座客人都沒來 肯定是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公司來說 肯定是這個事 完全都是賠錢的這個樣子 知道嗎 就是真的心裡都害怕 我們覺得這個餐廳能不能做到 我認為這是一個小餐廳 我們沒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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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有其他人 我們沒有其他人 我們沒有其他人 我們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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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條件下 餐飲行業並不好做 除了顧客少的問題 阿力和雷傑普 還在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最近供貨商提出 牛肉的價格要大幅上漲 這樣的增長幅度 嚴重影響到餐品的成本 讓阿力和雷傑普十分頭疼 我們肯定是賺少了 那我們沒辦法 能做什麼 你只能提前背 背得很多 而且找一個最合適的價格 提前背 不如你每一周去找 每一周去找 我又沒了 那我再找 那這個太貴了 我也沒法用 我用這個東西 我就實在 那就不用不用開門了 我直接關店 不就行了嗎 一個道理 那就賠錢 為了保住優質的貨源 和合適的價格 阿力不得不帶著雷傑普 一起去和供貨商談判 阿力和現在的供貨商 已經合作三年了 他向供貨商說明了 現在餐廳面臨的困難 現在是瘋狂 因為每週每月每月 我們需要看 這個已經完成了 這個不可適 這個不可適 首先我們花費時間 我們花費時間 我們必須保持穩困 我明白 即使市場不是不穩定 我們最最好是保持價格 我們必須保持價格 我們必須保持價格 我們也要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必須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 其实这个情况现在在世界上 是挺困难的 我们一起工作了三年 对 差不多三年 我们开了 你开了你的企业 我当时是第一个客户 现在我们是朋友 现在我们帮助一同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 当然 我会尝试我的最好 阿里和雷杰普小之以理 动之以轻 供货商被说的有一些动摇 决定给总部打电话 争取最合适的价格 and here read for the cash deal for the cash deal yes as we discussed before but we needed the better pric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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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nvinced him to make the better price for eight hundred kilos the one that you were searching before 一上午的谈判过后 双方决定还是采取原来的价格 阿里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 have a nice day you guys have a nice work okay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阿里带着雷杰普 在于供货上的盘盘中取得胜利 雷杰普也准备在自己战争的领域大显身手 为了吸引顾客 餐厅会定时推出新菜品 这次 雷杰普想到了 以前在土耳其非常受欢迎的 瓦罐牛肉 雷杰普也准备了 瓦罐牛肉 是土耳其卡帕东西亚地区一道传统美食 各种蔬菜和牛肉一起放在瓦罐里烤 烤好后 厨师会敲开瓦罐 将菜放入盘中 用瓦罐制作美食 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手法 除了各种肉类 土耳其人还会在瓦罐中烹饪海鲜 瓦罐可以很好地保留住食材中的营养物质 也可以使各种食材配料的香气聚集在一起 新菜品的推出需要阿里和雷杰普一起把关 雷杰普负责味道上的把控 阿里则负责宣传上的把控 为了新菜品的推出 雷杰普决定拍摄 小视频向中国观众介绍瓦罐牛肉 雷杰普有一个视频账号 他经常把自己做饭的视频发在上面 帅气的外国小伙和土耳其美食 这样的组合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这次拍摄瓦罐牛肉的视频 雷杰普决定让厨房的同事来帮忙 这次拍摄瓦罐牛肉的视频 那边有西红柿 蘑菇 洋葱 豆酸 然后放在那里和水一起 有那个 摇制的 土耳朵汁 那个水 黄芽 土耳其的名字 特列亚格 特列亚格 对 高占勋是雷杰普后厨的好搭档 但拍视频这项技能 高尔师傅并不擅长 雷杰普对他拍的视频不太满意 雷杰普的新菜马上就要推出了 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这道菜 阿里也在想各种办法进行宣传 挂掉电话 阿里又把雷杰普的视频发送到了朋友圈 他希望瓦罐牛肉能吸引更多顾客 前来品尝 今天是新菜品推出的第一天 阿里邀请了上桌国家经年品牌的一群朋友们 前来品尝 在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雷杰普在厨房忙碌着 今天的主角瓦罐牛肉即将登场 阿里,下定吃的羊是吃的羊肉 阿里,下热火朝天下来 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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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大家对新菜品的评价很好 雷杰普十分高兴 在后处干得更加起劲 雷杰普和高湛勋两人一起工作不到一年 已经在忙碌的后厨工作中形成了默契 尽管语言不同 但俩人的交流十分顺畅 在雷杰普看来 每一道新菜的成功都少不了餐厅所有人的努力 在这个200平方米的餐厅内 汇聚着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 尽管语言不同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感情 你会觉得鸣 Bhagworth一样 有些没有错温慎 Herr 不是我的因为我们 Linux有了 最豐富的菜品 越來越團結的團隊 越來越默契的合作 阿力和雷傑普利夢想越來越近 在他們的努力下 這首土耳其餐廳進行曲 也演奏得越來越響亮 我是希望我們的這個 變成一個特別特別好的一個水平 因為我們是大韓式的公司 不計劃的 大韓式的公司 我們現在開始了一個小小小的餐廳 小小小的餐廳 我考慮到最大的餐廳的餐廳 所以我考慮到最大的餐廳的餐廳 我們就像不停熱 完全走 哈哈